毒品,金山脚的代名池 这个位于泰国、老挝、缅甸的三不管地带 一直是犯罪和毒贩的天堂 湄公河,全长4180公里 是中国和东南亚经贸的重要地带 也是金山脚毒品,流入我国的黄金航道 称之为南方的鬼门关 金山脚的范围也包括了缅甸北部 特殊而复杂的地理环境 成为了很多黑司令犯罪集团的温床 就每回被打回来肯定被打的 肯定被打的是 就最后一次泡马再回来 就注射了那个毒品吧 就注射了那些 就第一次啊 就是人家说给你注射这个毒品 都要你自己花钱买 和女孩的聊天中得知 在老挝金山脚地区存在毒品控制拍摄短视频的女孩 也有请专业舞蹈老师教她们跳舞的 也有拍口播类段子的 目的就是诱导我国公民 去金山脚地区找老婆 也有和麻豆传媒一样拍摄违法视频的 并不是你逃出来就完事了 她会伴随着你一生的阴影 女孩回国报警后 第二天自己去了戒毒所 关于她的情况不能多说 因为她还要面对以后的生活 毒品对人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不仅仅是自残的行为 女孩和女孩之间也会互相伤害 女孩愿意和我讲她的亲身经历 并不是要博得大家的同情 而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女孩 尤其是在夜闯宫多的 有些舌头就会在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寻找目标 这些人也舍得在你身上花钱 所以不要倾心陌生的高富帅 邀请去国外旅游 尤其是老挝泰国缅甸边境的金山脚一带 包括现在网上沸沸扬扬的柬埔寨 缅甸北部 金山脚特殊的地理位置 给很多黑势力犯罪集团提供的生存空间 像缅甸北部的瓦邦 国感 孟拉 木杰 这些地方的红灯区 在当地都是合法的 也存在着用毒品控制的现象 一旦你进入这个魔窟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能走得了的 一旦给你注射毒品 就是放你走 你也未必能离得开他们 能回来的只能说你是非常幸运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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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